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本套教程的主将老师高峰 从本节课开始呢 由我带领大家来学习 3D游戏美术 武器模型的制作 以及贴图的绘制 接下来我们对原画进行一个分析 从造型结构上 对原画进行一个拆分 我们来看一下原画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 从造型上拆分 我们可以拆分为三部分 上面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平面状的 中间这个部分 是一个圆锥状的 也就是我们岩浆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 前后左右都可以对称 我们在模型制作的时候 只需要制作左右 前后的 当我们拆完UV 再做一个前后的镜像 在模型制作之前呢 一定要对结构进行一个分析 要对原画进行一个拆分 这样便于我们以后建模 下面这个结构呢 是刀柄部分 我们可以用一个圆柱来概括 底部这个结构呢 通过圆柱来修改 我在课程当中会教大家用另外一种方法 非常快速的创建刀背和刀柄的部分 这个模型的面数呢 控制在800到1300角面 OK 接下来我们再看材质部分 这个贴图的大小呢 这个贴图的大小呢 是512乘以256 算是一个小贴图 我们在本餐历当中会涉及到黄铜的材质 火焰的材质 岩浆的材质 还有岩浆内部碳的材质 木碳的那种材质 最后就是铁的材质 这个是我们画到的一些材质类型 从造型上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螺旋形黄铜的一个绘画方法 以及像这种小铁块的一个材质绘画 我们在分析原画的时候 首先从造型上面去分析 分析它的造型 以便于后期的建模 当模型制作完毕 到UV阶段的时候 要通过材质去分析 分析它们每一块材质的一个大小 相对应每一块UV的一个大小 这个时候就需要分析到 每一块材质的一个材质类型 武器道具类的模型 重点是表现材质 我们本次案例主要是针对金属类的材质 进行一个绘制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火焰类的 以及岩浆部分 那么岩浆的内部有一部分是属于碳质的 碳的材质 到时候呢我们会把它先化成碳 然后再来加火焰 OK我们接下来开始制作模型 哈喽这节快开始呢我们来制作冰器模型 首先呢还是设定一下单位 厘米 然后我们来前世图创建一个平面 把平面的段数关闭 XYZ归零 放在世界坐标零点的位置 打开原画 拖拽到模型上 接下来呢我们把显示尺寸调一下 调整完成以后呢我们就用一样条线来开始建模 这个原画呢作为一个参考 放在前世图 在创建面板下 第二个 一样条线 我们找一个转折的位置来开始创建顶点 画一条线 在画线的过程中呢 重点去捕捉一些转折的位置 缓冲的地方呢做一个概括 刀的模型呢 我们用样条线来制作 做一段闭合的样条线 这一步呢可以制作的快一点 线条画完以后我们再返回来微调 这种结构起伏变化比较丰富的区域 我们只卡一些关键的点 快速地把这个区域勾出来 做一段闭合的样条线 创建完成以后呢 我们把原画在Y轴负的方向调整一下 我们避免这个原画跟样条线重合 然后选择样条线 继续调整 调整一些精确的位置 加一些缓冲的点 内部的一些缺口 我们现在不做 这一步呢 调的时候把画面拉近一点 观察的细致一些 像这种位置 我们就要加一个点 继续来调整 调的圆一点 加了点以后呢 我们继续调整 这个位置呢 也要加点 加一个点 继续调整 把所有的顶点呢 我们都调整一下 调整一个位置 调整一个精确的位置 这块呢 再分复一个点 这种位置呢 转折变化比较丰富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需要去卡更多的点 把这里的转折 节奏 加强 这块呢 再加一个 调整的圆一点 有多余的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 按Delete删除 这个模型呢 是个D模 网游级别的一个D模 模型的面数呢 大概控制在 800到1000之间 三角面 所以说 很多小单位的东西 我们不用制作 只做一些大的结构变化 但是相对于一个兵器来说 如果达到1000面 那么在模型阶段 就可以做得非常精致了 像这种模型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一定要分区域来制作 因为它们每一个区域的造型 是不同的 每个区域呢 我们用到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一些建模方式 制作完毕以后呢 我们最后再附加到一起 或者是顶点 甚至都可以焊接到一起 也就是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 尽量分区域来制作 制作完毕以后呢 我们尽量保证它是一体的 像冰器类的建模 我们大多数都可以使用这个 贴圆化的方式来建模 物体本身前后是非常薄的一个 并且呢 它的左右造型结构变化 是非常丰富的 再加上我们的原画 是个标准的前世图 所以像这种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原画贴上去 然后照着来调整模型 样条线建模呢 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建模方式 适用于这种造型非常丰富的物体 我们可以快速的拿样条线 把这个物体的轮廓勾出来 换完以后呢 我们再返回来做一些微条 以及一些转折位置的一些顶点的丰富 中间有镂空的区域 我们可以在前世图再重新创建一段样条线 创建完成以后呢 我们做一个微条 然后再用主体的样条线做一个附加 附加了以后呢 我们最后确定一下点的模式 右键单击所有的点都是脚点 好最后呢 我们在右键单击转换为多边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模型就变成实体了 接下来的工作呢 就是布线 框选顶点 我们左右做一个斜接 布线的时候 最好是离得近的这种 我们横向去加 不确定的一些顶点 我们可以先空整 左右横向的点 我们优先去做列接 现在我们列接的线条 保证它都是横向列接 或者是带叠角度的这种斜接 纵向的线呢 我们现在先不要加 我们接着横向列接 框选一些顶点 然后右键单击 执行一个叫做列接的命令 先列接主体部分 主体部分列接的差不多了以后呢 我们再返回去 列接一些往外延伸的一些结构 保证我们的面呢 都是三角面 或者是四边面 我们在做这种造型夸张的物体的时候 线条的列接呢 尽量保证它是三角面 三角面呢 更加适合物体的一些走向 物体的一些趋势变化 那么我们也有列接四边面的时候 列接四边面的区域呢 走向比较平和 节奏变化呢 没那么强 我们就可以保证它是一个四边面 我们在列接线条的时候 尽量不要出现这种面 出现这种四边面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卡成两个三角面 避免出现五边面 或者是菱形的面 看着像个四边面 但是呢 一个角拉得特别长 那么这种面就会容易出问题 总的来说呢 我们的布线规律就是 造型夸张的物体 我们保证它是三角面 造型比较平滑的地方 比较平稳的地方呢 我们保证它是四边面 或者是三角面 先完成主体部分的布线 然后再来制作 延伸出去的这些物体的布线 主体部分布线 相对来说比较规范 比较简单 那么主要是延伸出去的这些物体 这些物体的布线呢 一定要根据它的结构趋势去走 大的方向布线定下来以后呢 我们再到局部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漏掉的一些 有漏掉的就补充一些三角面 我们从上到下呢 检查一遍 把这种看着畸形的一些面 补充完整 补充完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创建一下兵器的另外一部分 这个呢 它的截面是个圆柱 我们用样条线来建模 先用样条线呢 把路径勾下来 换完路径以后呢 我们返回去 把顶点呢 再做一个精简 卡一些重要的位置 缓冲那些点呢 我们可以删除 调整完了以后呢 我们返回到修改器面板的渲染卷展栏 把这两项勾选 再来调整一下这个圆柱的一个半径 以及它的一个段数 我们调整一下数值 继续把它加粗 调整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转换为多边形 最终呢 还是用多边形来编辑 我们接着来编辑刀的部分 把刀刃跟刀背呢 做一个区分 这个呢 观察一下圆化 确定它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卡一条线 做一个刀刃跟刀背的一个区分线 转折线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圆化 加完线以后呢 做一个线条的精简 把这个位置的点呢 我们塌陷一下 这个区域的顶点呢 我们看一下圆化 看看圆化上的造型 这两个点呢 我们可以塌陷 不太确定的地方 我们就看一下圆化 这个位置呢 继续塌险 这个位置呢 我们把线条重新修改一下 把这个区域呢 编辑的圆一点 我们接着编辑其他的 这种地方呢 做一个塌陷 卡在对应的结构边上 这个刀刃转折的位置 还可以继续精简线条 有个大趋势的一个控制就可以了 不需要控制那么详细 这种位置呢 有一些很畸形的四边面 我们接一个三角面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调整刀的厚度 选择刀刃边缘的这条边 这样呢 我们做一个加选 加选了以后呢 我们转换到透视图 Y轴正的方向 做一个调整 这样的话 刀刃跟刀背之间 就会有个厚度 有问题的地方呢 我们继续在前视图 加一个线段 继续来检查其他的位置 检查这种转折的地方 卡一个三角面 这个位置呢 再调个弧度 我们接着来检查 这种边缘有些地方是需要旋转一下线段 我们这儿呢 手动切一下 把这段线删除 这块我们再观察一下圆化 看看圆化上面的造型 再来做一个调整 整体呢 它会是一个斜面 是一个有弧度的一个变化 一般我们需要修改的地方 都在转折处 所以呢 我们重点检查这几个转折 做一些修改 修改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加一个前后镜像 好了 接下来的我们来加一个镜像 镜像的轴向为Y轴 实力复制 确定 我们手动做一个调整 这个呢 是我们刀背的一个厚度 这个呢 稍微有点厚了 我们选拨 我们选择元素 框选 然后做一个缩放 缩放薄一点 缩放完了以后呢 再往中线上移动一下 这个呢 还是有点厚 我们继续缩放一点 好 现在差不多了 OK 我们刚刚编辑的呢 是外部结构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制作内部结构 做一个孤立 透明显示 刀背上的内部结构 主要是集中在火焰的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在前后空间上 会有一些翻转变化 结构的一些起伏变化 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 需要去概括 不需要去把内部都切出来 那么主要是切一些 起伏变化大的一些区域 控制最高点 最低点 调整的过程中呢 我们在脑袋里面要想一下 想一想它的截面 是什么样子的 随时去观察圆化 注意这个结构的一个趋势走向 这个结构趋势呢 是往右边走的 我们转到透视图 选择这一段线 然后提一个高度 然后再来选择这一段线 这一段呢也会有个高点 我们去调整一下 Y轴负的方向 再来调整一下另外一边 调整完成以后呢 这一块我们再精简一下线条 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最高点 再转到侧面来调整 我们转到侧面再去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它的高度 调整完成以后呢 再转换到前视图 我们继续来丰富这一块的结构 加一个线 加了线条以后呢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它的截面 在这个区域呢 调高一点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呢 也切一个线 切了线以后呢 我们继续调整 把这个区域呢 调高一点 现在我们概括的是内部结构 内部的一些起伏变化 那么更详细的一些节奏变化 我们后面再调 现在呢 只需要把这个区域 概括出来 继续调整这种高点变化 加线条 加了以后我们继续来调 调的时候呢 注意观察一下原画 这边我们继续加线 我们继续转到侧面 把这个位置呢 让它变成一个高点 歪轴 负的方向 左一个轮廓上的顶点 我们也做一个调整 接下来呢 把内部结构的点呢 我们做一些精简 塌陷 这个位置呢 删除 点呢 做一些摆放 调整一些位置 这个呢 是个菱形面 所以呢 我们卡成三角面 继续做一些调整 这个面呢 滴下去了 所以呢 我们卡成一个三角面 让它变成一个高点 踢起来 再来检查一下这个位置 继续加线 我们继续调整一个高度 OK 我们现在接着往上方去延伸 往右边做一些趋势变化 做一个结构的一个延伸 我们在制作冰器模型的时候 流程就是这样的 首先呢 来控制它的一个轮廓变化 其次呢 就是检查一些转折处的变化 确定一下物体的一个厚度 最后呢 我们再来增加内部结构 以及丰富内部结构的一些变化 我们在模型制作过程中呢 尽量使用单独的元素来编辑 然后呢 把模型进行逐个细化 编辑完了以后呢 再进行一个附加 好了 我们这一块的趋势线加上去 加了以后呢 我们继续来调整 这个是内部结构的一个趋势线 这种线条呢 尽量精简 因为我们这一步是在概括 还没有开始细化 这个位置呢 继续增加一个线条 增加了以后呢 这块可以调一个高度 那么这个是在刀片上面啊 它另外延伸出来的一块 所以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线 是跟刀片斜接 另外一些线呢 是调整这个物体的一个高度 我们做一些线条的精简 然后呢 继续调整高度 这个位置呢 继续加一根线 这块呢 也会有个高度 是它局部的一些厚度 加了线条以后呢 一定要做一个调整 那么像这种 跟刀片斜接的一个位置啊 我们要这块要概括 不要明确的去定义 它的一个斜接位置 至于它们具体斜接 那个区域呢 我们在贴图上去画 OK 我们接着把这个区域呢 做一个概括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节课我们继续 学习过程中 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 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 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录一湖网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 任何问题 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 fem同意 viii Gig